蓋藥這邊也會出現 我們基本的架構都在這裡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好多個按鈕對不對 其實這些按鈕都有它的作用 比較常用的 像是各位做好介面之後一定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你在不一樣的手機上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對不對 你會發現它很貼心 Nessus 1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放在Nessus 7上面 你就把它怎麼樣呢 點下去 它就會幫你先切到Nessus 7上面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怎麼樣 說小的對不對 那如果在Nessus 10上面 就是平板的 更小 所以怎麼辦 想辦法 這個就是你們要去思考的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可以剛好放大之後 要能夠剛剛好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說寬跟高啦 當然當然你初期設計的時候你還不會想那麼多 還是切回到你的3.7的WVGA就正常了 這個是不一樣的手機上面 不過它不是全部它只是大部分的手機跟平板都會出現 另外還有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翻轉 比如說你不可能永遠是直立的吧 你一定要翻轉 你APP如果不能翻轉的話 那這個APP其實有點兩光 你會發現現在LINE好像我覺得LINE也是一樣 LINE居然它不能翻轉 你翻轉的時候它可以嗎 好像不能喔 有些畫面可以有些畫面不行 主畫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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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好像輸入 主畫面好像不行 對對對 所以也不行也說不過去 你要跟著轉動啊 如果有轉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你的APP轉動的話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轉過去 有沒有 它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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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